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美之间差距最大的领域 成天吹捧美国的亲美大 维也们反而不愿提及 最近清华胡教授一种新的学术观点 引发了网络争议 其主要争议来自于他曾经说过 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了 但实际上 他的学术论文并不是如此简单粗暴 而是从一些标准的数据对比文案中做出了中国必将超越美国的结论 这类研究报告也很多 包括美国的部分顶尖学者也有类似的判断 超越 就是还没有超过美国 但有潜力超过美国 这其实才是一种广泛共识 而胡安刚教授这一句引发争议的 中国综合势力已经超越美国来自哪里呢 其实是来自他的一段讲座视频 从视频里可以看到 在讲座结束的时候他追加了一句俏皮话 他说 毛主席当年强调自力更生 为鼓舞大家的干劲 曾经说过一句很霸气又很提气的话 毛主席说 如果五六十年都还超过不了美国的话 那么中国就可以开除地球球籍惯了 如今六十年过去了 中国还没被开除地球球籍 是不是可以说咱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了呢 讲完这一句之后 听众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毕竟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句善意的玩笑话 事实上 这类俏皮 画在各种演讲中 经常被运用 就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 也经常讲这种看似不着调的句子 但并没有人因此去上纲上线的批斗他 但正是这一句善意的俏皮话 被以大群亲美文奴 用于攻击胡教授 说他没有常识 缺乏认知 狂妄自大等等 亲美文奴们之所以这么急于攻击胡教授 其实只不过是不想让更多中国人变得自信起来 毕竟如果所有中国人都能充分自信的话 美国能攻击中国的手段就更少了 中国崛起的速度和成功复兴的几率将大幅度提升 所以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句配合 中国必将超越美国 主题讲座的俏皮玩笑话 却依然要将其不断上纲上线 以营造出一种似乎谁说 中国有可能超越美国 谁就是没有常识的白痴这种舆论大环境 他们正在用舆论战争的形式 告诉中国年轻网友 你看 说中国好的都是笨蛋白痴 只有说美国好的 才是社会精英 如此一来 他们就可以继续强行 给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上 加在一层牢不可破的 奴性的 欺美 献美 卫美 孔美帝思想刚硬 那么 究竟中国和美国的综合实力对比到底如何呢 今天评局就来认真给大家解读一下 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首先 中国目前和美国仍有很大差距 但是这种差距 并不是全方类的 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是 今天的中美对比太复杂了 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结果 也不是一个你若我就想的简单逻辑 作为一个资深时评人 平局认为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在舆论和军事领域 其中本市的核心差距是军事上的差距 这也是目前中美之间差距仍然最大的板块 而其他领域对比 双方则各有输赢 也就是说 如果军事上能够赶超美国 那么中国就基本上实现了对美国的超越目标 而这个超越 并不会让我们等太久了 首先 美国如今有七大超强航母舰队 并且有丰富的全球作战经验 以及密布世界的美军基地 无论是从数量上 还是质量上 亦或者是从补给以及全球作战体系和经验上 美军在这方面都毫无压力地甩开中国好几条街 从技术上来说 我们今天国产航母才刚刚下水 而且还是华越式起飞 从效率上说 基本是美法和美国对比 更何况 我们的第一个航母编队 才刚刚处于基本的航行和编队训练阶段 距离形成战斗力 甚至形成有足够丰富经验的战斗力 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有时候 战场上的胜负 就来自于经验的成熟与否 数量上 美军有七大超强航母舰队 中国只有一支训练期的航母舰队 质量上 美军福特级航母虽然 已经拆除电磁弹射改装老款的蒸汽弹射系统 但是从综合性能上来说 碾压中国国产航母好几条街 那是一点都没有问题 从全球战略布局上看 美军的军事基地遍布全球 海 外驻军近30万人 以此形成的全球投送能力 后勤补给能力 地缘控制能力 更是把中国甩的影子都看不见 中国现在才刚刚在吉布提等极少数地方建立港口基地 基地数量比起美军差为一个数量级 海外驻军那就更少了 中国的第一个前进基地总驻军容纳人数 也才2000人 可美国 有近30万之多啊 而这就意味着 中国的全球投送能力 后勤补给能力 地缘控制能力 输给美国一大大大解 实际上在周小平看来 恰恰这些才是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 比起这个差距来 其他的领域都不值一提 但回忆的是 恰恰是在这个领域 却很少有人提及 就连亲美大力们也并不愿意提起此事 而是会刻意绕开这个差距 泛泛而谈一些边边角角 置墨细节 无关紧要的琐碎事情 比如美国人在香港地铁撒尿了 就证明美国自由精神远超中国70年 中国人永远比不上之类的 他们为什么总是刻意绕开军事这一话题不谈呢 因为这才是硬实力的最大组成部分 他们不希望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 然后从这个领域去寻求快速全面的追赶 美国造再多的航母舰队 他们都不会滋生 而只要中国在这个领域稍微有点动作 比如造个航母啥的 他们就全球开骂 说什么中国威胁论 说什么造航母 不如给大家发鸡蛋啥的 总是在各个领域喜欢嘲笑中国落后的亲美大V 一般情况下 绝不会在军事这个领域嘲笑中国落后 事实上 他们更希望中国人永远不知道这一点 永远不去追求军事上的超越 毕竟 只要军事上不能超越 中国就永远不能超越美国 军事后盾 是一切国家实力的根脚 是核心中的核心 是实力值的源头 是自信的基础 是一切综合实力的地基 美元霸权也好 美国文化实力也好 美国贸易霸权也好 这一切一切的霸权 全部都是建立在美军实力全球第一这个基础之上的 抛开军事弹实力 都是耍流氓 至于其他领域的落后 其实根本不算什么 而且在不同的领域 中美之间还各有胜负 你举例一百种美国比中国更强的技术 我就能举例出一百零一种 中国比美国更强的技术 美国在其他领域不过而而 还真拿不出什么强大 盗领中国窒息的东西 最多雇佣一群木羊犬放放嘴炮 企图通过谣言污染 令人窒息罢了 比如美国封杀中国芯片 很多人就哀嚎说中国 是虚假繁荣什么的 这简直是笑话啊 封杀就封杀 有什么了不起的 大不了自己造就是了 又不是造不出来 当时被封杀的时候 中兴部曾经就打算降华 为购买一批手机芯片吗 美国可以封杀中国 中国也可以封杀美国 比如火箭卫星要想上天 离不开的就是大型物理振动试验台 这个技术十分难 尤其是50吨以上的重型设备 更是很难 研发 美国研发了这么多年 也没研发出来 所以美国的新型火箭要想上天 就得从中国买这个东西 如果中国对其进行封杀 那么美国连新型火箭卫星都发射不了了 这不就是中国人从技术上卡住了美国的脖子吗 更何况贸易是相互的 就像美国是买鸡蛋的 中国是买鸡蛋的 美国说不卖了 难道就能饿死中国人 不可能啊 打不了该吃鸭蛋又如何 或者更彻底 自己养鸡下蛋也行啊 卖鸡蛋的不卖了 买鸡蛋的人不会饿死 但是卖鸡蛋的那个日子恐怕就不好过了 因为卖鸡蛋的人 还等着把鸡蛋换成钱 然后买饲料回家继续危机呢 真要是封杀到底 失去了大部分新兴市场的美国芯片公司还能活下去 别逗了 谁先倒闭 还不一定呢 所以 拿这些细节问题来攻击和嘲讽中国 拿这点事来说中国是虚假繁荣 简直就是无脑喷 世界上唯一一款压抑隐身超音速巡航战斗机歼20难道是个纸飞机 全球最深的深潜气蛟龙 号难道是个造假的 人类第一个探测到暗物质存在证据的悟空号 暗物质探测卫星难道是虚拟的 人类第一个量子通讯卫星和基站如科幻一样梦幻 难道是抄袭的外星人的 中国高铁质量速度世界第一 中国GDP增速世界第一 中国舰船制造增长速度世界第一 中国新增创新速度分涨率世界第一 中国陆军坦克技术碾压美军主 占坦克 中国超级工程陆桥项目频繁创造记录 并刷屏雄把世界百强版绝大多数位置 活生生把世界百强 刷成了中国百强 中国速度 居士称赞 这难道也是虚假的 因此 中国的综合实力 正在以一个堪称恐怖的速度增长 中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堪 依上提到的这些国之重器 超级技术 世界第一的背后 都是中国几十年来大量的技术积累结果 其代表了中国所不断掌握和积累的核心技术 已经多到浩如烟海 但正如所有人都有缺点一样 我们也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国家 比如在芯片技术 飞机发动机等技术上 的确还存在一定的短板 承认不足是承认不足 但是若是有人因此而全面否定自己 那就是真扯淡 这样扯淡的人 不是蠢就是坏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 他们又蠢又坏 在经济总量上我们不如美国 人均收入如果按美元计算我们更不如美国 但国际组织统计 如果按本地本地购买力的话 中国人均购买力 并不见得比美国低 从高端产业布局上 我们不如美国 但从中国每年的进展和进步来看 无论怎么看该紧张的都是美国 比如过去被欧美垄断的一些数控设备 高端新材料之类的 如今都被中国突破技术封锁 从黄金价变成了白菜价 因此 中美之间的对比结果是复杂的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主要差距和次要差距之间的辩证关系 我们远远不如美国 主要来自于军事影势力 而其他的领域 则各有胜负 如果抛开军事势力不堪的话 中美之间谁综合潜力或势力更强 还真不好说 当然了 即便我们今天军事实力上还远不如美国 但大家也不必因此担心 有一种东西叫做趋势 有一种速度叫中国速度 如今中国的先进造船厂经常是双船屋开工 两艘两艘的一起造 四艘潜艇 六艘顶级军舰一起下水的新闻 比比皆是 就连国产航母的建造速度 也从速度上实现了感应超美 所以 从总量上超越美国 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中国网友对中国先进军舰的下水速度 有一句贴切的形容词叫做 下饺子 而从技术上 我们也有望在未来实现全面超越 比如我们正在测试的全球首款建载电磁轨道炮 以及实验安装真正意义上的电磁弹射国产航母 虽然我们略过和缺失了蒸汽弹射时代的全部技术积累 但是我们却可以直接绕开它 进入电磁弹射时代 这种情况在技术领域被称之位 弯道超车 当然了 亲美文奴们最害怕的也就是这两个词 所以谁敢提这两词 他们就会变着反而的骂你 直到骂得你狗血淋头不可 但恶骂声音越大 其力量就越弱小 所谓常识无非是用来打破的 就像过去 谁都认为重5公斤的千球比10公斤的千球更厚落地 但后来经过试验发现 它们的落的速度居然是完全一样的 有人说 胡安刚的中国必将超越美国 以及周小平的美国正在快速衰落 视为百常识 所以拼命恶骂讥讽 但是若干年后 人们或许又会发现 原来这是先知先觉也说不定呢 当初那些恶骂讥讽加利律 提出两个不同重量千球必然同时落地失为反常识的人 早已化为尘土 意文不明 而历史却记住了打破常识的加利律 同样 今天的亲美大力不管如何妙笔生花 不管有多少粉丝 不管有多少美金资助 但最终都将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 而曹生与民俱灭 不费江河万古流 中华民族必将彻底超越美国 迎来最为辉煌的彻底的复兴 这就是我的看法和我的判断 我愿意赌上我的一切 甚至是我的生命去相信它必然实现 而那些站在对立面狂吠的人 可敢来对赌 不是瞧不起他们 他们还真不敢 因为他们就是一群又蠢又坏又怂的下水到五股生物啊 本文完成是在2018年8月5日凌晨2点1分 评友认为有收获 值得一读的话 请扩散给更多好友阅读分享 并在文章右下角 给笔者送上一个 来自您指尖的支持 就是平徐不断更新的动力 今日评说独家原创新权必究转载 虚著名来自公众号 今日评说 ZG520194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